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硬家古道是可以自己走的 后来为了对古道加强保护 徒步必须得通过Tower Upgrader 但是费用并不是很高 服务呢也比我想象中要好 我们团14个队员配了挑夫厨师导游 一共28个人 每天自己只要背着当天所需的物品 其他都可以交给挑夫 但是每个人陷重最多7公斤 我拖着虚拖的身体归宿前进 游走在历史间 想象着百年前穿梭于此的硬家人 四天三夜的徒步旅行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我们第一天早上走的路 比较平还挺好走的 其实海拔2750米 最高海拔4215米 一路不仅有无限的自然风光 还有不断给我们惊喜的古印加遗迹 在丛山郡邻里 印加人用自己的方式和自然对话 创造文明 像这种遗迹 这里至少有150、60座 非常震撼 我们每经过一个导游都会 给我们讲述那些流传的动人故事 昨天拉肚子 我今天长得特别不舒服 本来这第一天应该是轻松自在的徒步六小时 却伴着我一路胃疼加高反的折磨 其实走到这里 我已经不知道下面的路该怎么走 还能走几步 OK走 有时候当你万念俱灰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可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吃点东西或者睡一觉 会让你有更多坚持下去的理由 今天是第二天 我既然四点钟就爬起来 像打了鸡血一样 准备迎接整个行程中最累的一天 我们现在就沿着这一条路 对有绿色的 对这条路上去然后到达 这里 这个 导游刚刚说像什么 像奶 对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现在进一家古道 现在海拔四千米左右 四千米左右 看这条路上 前面就是去的最高的 Dead Woman's Pass 海拔四千三百米 三个小时 无穷无尽的上坡 让我一路怀疑人生 加油 仅凭着意志力和老公的打气 才爬了上去 加油 还有负责的导游一路的照顾 这最后几步路了 怎么无人都不在了 来干嘛 拼了 这两步路 上坡最讨厌的地形 估计就是台阶了 幸好没有下雨 路也修得比较宽敞 哎 我就差便哭便爬了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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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谢谢 哇 我们终于上了 最高的点 最高点 对 Dead Woman's Pass 我们四天行程当中最高的一个点 然后下山了 沐溪 大自然的力量 全部给我 转 等一下下山我要跑在自己前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一直沿着这个小道 然后爬上来三个小时二十分钟 就一直是台阶上坡台阶 要说马丘比丘难走 难要走订票开始 疫情前忘记的门票绝对是一票难求 而且这里每天只允许五百人进出 这五百人里还包括工作人员 算下来游客也就最多两百人 我们到了 吃中午饭的地方 我们吃一天平日好了 都要把我们吃成胖子的 相比早上的Dead Woman's Pass 下午的这座小三 相对会轻松一点 只要徒步四个小时 就能到晚上的营地 但是也非常的陡 对于应家迷 这显然是离天空之城 门越来越近了 走的也越来越起劲了 你说他们当时在干嘛呢 这是房子吗 这会不会是仓座 建筑 买车 然后下来了游客 然后到一个 买山峰的对面 第二座山很快就要到山顶了 应家人是石头工艺大师 他们没有轮子马匹 不管到哪里只能靠走 在这种狭窄陡峭的石头台阶上 爬上爬下 但是对于我一个三个月前 刚开始练习徒步的人 四天让我走四十多公里山路 那绝对是一种挑战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快到营地了 我越走越快 身体似乎没有任何的不适感 更顾不上自己 因为两天没洗澡没洗头 发出的体味 一心就想着 赶紧坐到自己的帐篷里 把鞋脱了 门头睡个大觉 想象和现实总是差距很大 在仙境一样的3600米的营地 伴着雨声和不知道几个人的打呼声 我一夜没睡 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营地 公民人们都把东西收完了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 继续第三天的行程 被评为全球二十五条最棒徒步线路之一的英格瑞 沿途风景美不胜收 宛如仙境 雪山冰湖 热带雨林 木桥石洞 太多的美好瞬间 让喜爱探索印加文明的游客 能更深入的认识这个 曾经文明一世的印加帝国 一路上听着向导讲他们引以为豪的故事 看着一些神奇的动植物 和旅友们建立革命友谊 用脚步降量当年的印加文明 这也许就是我鼓起勇气 踏上这条路的原因之一吧 我当了一把神仙 在云中穿梭 我们在云中走了两个小时 现在我们都下山了 基本上快走出去了好了 嗯快 再看一眼这里的雨林植物 就其实这个 哇 好特别 时间在这里 对吧 看看 从远处看 这里并不显大 但人一走过去渺小至极 每层台阶都比人要高 都足以把我们吞噬 我们刚刚听到那条瀑布的声音 对吧 对 对 过天情 真美 我们是爬了三天 将近三天 两天半的时间爬到这里 对吧 对吧 对 对 这么辛苦 还不吃了啊 太吃了 看得起 哇 那下面的河 感觉 听到瀑布声 望了整个山谷 面对着满眼屹立于天地间的整片绿色 我感受到历史的皇后自然的力量 英家人在险峻中开辟天地的胆识 今天我觉得是行程当中最轻松的一天 只要徒步五个小时 从海拔三千六百米降到两千六百八十米 一路云山雾罩 伴着微风在雨林里穿梭 但是也是蚊子最多的一天 我一个小时喷一次防虫都嫌少 被这儿的蚊子顶一下 半个月包都下不去 走到这儿估计大家都只会有一个念头 洗澡洗头吃顿饱饭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中午 愿望竟然全部实现了 我们还体验了一把当厨子的快乐 想想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每顿饭都吃的那么丰盛 工作人员也是相当的不容易啊 吃完饭洗个澡 我们步行五分钟到了一个号称 迷你马球比球的遗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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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的40岁生日 这个就是我的生日礼物 我来拿礼物了 这是墙礼物 我们到马丘比丘了 我上来了 我给你晓鸥 终于来到马丘比丘 这不能这样 你要警察把我驾走 对啊 他们特意跑完来把你驾走 看前面 我们是一对神仙眷侣 有没有羡慕的 有没有羡慕的 我要得瑟一下 生日快乐 HAPPY BASTER TO ME 送一个礼物 这是马丘比丘的全貌 拉玛拉玛拉玛 那中间的牧民 为了羡慕的 不易 走 走 嗨 爽 还要 爽 爽 爽 等一会儿这边的雾散了 看能不能看 真可怕 Let's go 在印加雨中 马丘比丘代表古老的山巅 它高耸在2400米的山脊上 两侧都有大约高600米的悬崖峭壁 下面是日夜奔流的乌鲁斑巴河 粗看马丘比丘不过是一堆石头砌成的建筑 但仔细看完全看不到灰浆的痕迹 石头像经过了精准的切割 紧密的塞不进一张卡片 真的很难想象这个连文字都没有的国度 它是怎样有序的发展农业 还有完整的灌溉系统 怎么把巨石搬上崎岖狭狭窄的山脊 并细细分割打磨的呢 对于马丘比丘的猜想 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对于马丘公园 硬是一红都特别的 对于马丘的宿主 远不是镜头下一张相同照片能够类比的 在我40岁生日这一天 我完成了自己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也许在以后的人生里 我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回想这一刻 我都可以一往无前 笑着面对 拜拜 拜拜